我有對外面說我要住在台中深耕台中 不會想要回國當中央委員 當中央委員在我跟這裡沒有關係 這是兩碼子的事 剛剛碧如姐的最新回應 OK也 不知道怎麼講 不知道是含淚講 還是怎麼心酸酸的講 這個我們待會再好好聊一聊 還是要持續問一下這個立功哥 這個我們還是剛剛跟你說到 你剛剛跟戰狼小姐姐有喊話一下 那我們還是要原因重現 讓他血流成河一下 電力功 柯文哲沒有欠你什麼 老實說 你在當民眾黨的秘書長的期間 你自己做了多少事情 你也很清楚 他最近出來開始放炮說 民眾黨怎麼可以容許雙重黨籍的人 去擔任這個要職呢 你自己擔任過秘書長 你不曉得黨規是什麼嗎 你不知道我們是柔性政黨 是可以允許雙重黨籍的嗎 這些東西不就是黨綱上清清楚楚就有的嗎 你身為民眾黨的前秘書長 你不知道嗎 那今天出來放這些炮目的是什麼 誰叫你出來放炮的呢 我覺得他們在做這些事情去傷害柯文哲非常沒有道德 如果你沒有職業道德 然後你只能去上三例 去自由放這些新聞 那就代表你人生最後一點的道德跟做人的基本的禮異廉恥都沒有了 我要看到血流成額 禮異廉恥都沒有 李光哥嚴重了這句話 李光哥我現在讓你整理一下情緒 我先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 現在目前已經依照程序辦理 向親民黨發出正式的辭黨信 當然也有一說說其實他早就想切割宋楚瑜 但是怕背上被骨仔的這個名號 所以他就等著這個時刻來幫他解套 這是另外一種說法 當然也有說法 他就是要握著這個雙重黨籍 這個是兩個都有可能 那下方的吳子佳 他又說了 這個民眾黨的是柔情政黨 但是幹部以上規定 早就規定 必須要單一的黨政 黃珊珊明知故犯 囂張跋扈 李光哥 其實我真的很希望 今天是最後一次提到陳志涵 因為我覺得我如果一直在講他 會降低我的格 因為我覺得對一些狀況不了解的人 就是胡亂去放炮 講話又沒有根據 我可以真的一樣一樣來講 第一個 我做了多少事 你根本就不知道 就如同你都不知道規定有這一條 就是最後講的 原則是柔性政黨 一定黨職以上的黨公職或幹部 規定很清楚 這規定是你寫的 對 這就是我寫的 所以我做的事是你不知道 你既然要做發言人 你就要用功一點 你要去讀書 你要看有相關的規定是哪些 你都不知道你這樣的批判 以後是損及民眾黨的形象 為什麼 因為你是發言人 你是進種的發言人 你就是代表了柯P 柯P的話 如果大家 你每次這樣講話 別人會不會不再相信柯P 雖然我現在不知道有多很相信 那但是重點是 你今天講的這些話 如果你是對的 那請問中平會 為什麼第二天馬上開會 連皇上將他自己也同意 對不對 但是通過了他也沒辦法不遵守 你不遵守的話 對不起 你不是區域立委員 是不分區 你沒有按照黨的規定來 你這個不分區委員 誰是可以拿掉的 所以我反而是要禁告你們 你們為了柯P好 為了黨好的話 請你發言一定要慎重 否則真的 你傷害不了我 因為你只是傷害了你自己 傷害了黨 最好我才說 真的很不想再提這件事情了 我做多少事 容得需要你來說三道四嗎 你就是狀況外嘛 就像我立了這個規定 你也不知道嘛 那其他要舉例子的 我今天來之前有一位 他說他可以說他名字 我就說了啦 因為他說趙春山 大家都知道這位老師很有名 因為當時我們很多事要協調 他說你為了柯P做這麼多事 我們會面討論過多少兩岸的東西等等的 太多太多 他說我可以挑出來 就幫你印證 你做太多事了 所以我今天這次因為剛才來之前才收到一個簡訊 結果內心感觸很深了 所以現在民眾黨要壯大 其實最需要的就是自己 每一個人自己檢討自己 不要標準不一 不要把箭頭都對向別人 選書人你看 每一個政黨都在檢討 我真的看不到民眾黨有檢討的聲音 還有我一直呼籲要成立黨務檢討的 就是黨務改造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委員會 名稱不重要 重要的是真正要徹徹底底的檢討 不是檢討別人 每一個人自己檢討自己 我也自我檢討 我做這麼多事情 你們不知道 這是我必須要檢討的 OK 另類的檢討 過去的習慣例的話 應該會在中央委員會裡面提出來 但是他們這次這個案子 到底哪些人有參與說實在我不知道 那主席的這三 三席中央委員 現在只有指定了高雄 有一位林富男委員 他也是很資深的這個中央委員 所以指定完之後 還是要有討論說OK這樣子 不能說我黨主席講了就算了這樣 我記得在前一次的時候 有沒有落入會議紀錄 我不曉得 但是人選的確有在會議中提出來 是 不過我覺得 因為那個是主席的特權 因為黨章上面 其實就規定上面寫得很清楚 那所以照理說 那個應該只是形勢上過個場而已 那既然是主席指定的 那你們還要討論 那不是又要投票了 所以這個邏輯是蠻奇怪的 但那個過程 詳細過程 我真的不太清楚 那真的有人要擋蔡壁如回來嗎 我相信要擋他人應該是有了 我雖然沒有參加會議 可是想要擋他人一定有 這個 這個 我們不要說派系啦 什麼 可是我必須要回頭講到 蔡壁如這次在高雄 在台中 他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因為那個海線 那個服務員非常遼闊 像我們那時候陪他去掃街也好 掃夜市也好 然後其實我當時 還去拜會一些地方的大佬 其實這些東西 最後有這麼只差了七千票 那個很多的努力 真的很多看不到 那個 你看那邊張清堂 張清照 他前後的議長 不只是盧秀燕而已 其實很多人 你都要去拜碼頭 因為有些場合 其實我有去參加 所以那個說我沒做事 他們就是搞不清楚狀況 不是在大行造事出現 那才叫 海線做的是他們都沒有看到 他們就不曉得 還有些不是海線的 那是為了柯文哲 因為那個在市區的 台中市區的 我們也去拜訪過很多人 那像這些 很多人都完全不清楚 我們藏狼小姐姐 黃珊珊 我也不曉得她聽不清楚 但是就用他那句話 有些真的不要造謠 你沒有證據的叫造謠 這我們接受 但是如果有具體的指出來 有市政的 這個叫提出真言 對不對 這個跟造謠是兩回事 我現在講的哪一件事情 沒有根據 如果沒有根據的話 中品會 會我講的第二天 他們就要開會 做了決議嗎 對我覺得 那是肯定我 所以你現在雙重黨籍事情 你自己主動也要說解決 那你幹嘛還找一個人來罵我呢 罵我 連規定都不清楚 真的是影響了黨的形象 真的 民眾黨難道除了戰狼小姐姐 沒有人可以發言嗎 發言要有分寸 對不對 他說什麼理義廉恥 講到這個 你對我的態度 就是叫沒有理義廉恥 那現在我們等一下會再讓你聽一下原因重現 好 快要變磕黑了 對 廉恥哥我最後一個小問題 那在整個浮選的過程 你跟畢如姐在旁邊 畢如姐有跟你哭訴 或者是委屈的 跟你偷偷的這個訴苦嗎 像那個 兩個禮拜 他想要上個KPTV 這個事情 他有跟你講 我曾經還問過他 需不需要幫忙 他很堅強說 我自己來處理 那你有 就是有點 我有問啊 我有問他們為什麼 還是他很 就是故作堅強 不會啦 他其實這個表面上 他我覺得他應該 你要形容不是叫做哭泣或 舉 應該說是沮喪 跟失望 因為他會覺得 我這樣子願意下來 中醫選舉選 你們這樣子對我 那那種心情是應該是沮喪 難過 沒什麼好那個 因為我覺得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啊 剛才是我們畢夫哥說 說你去哪裡參加什麼活動 行程 你台中就只有一個這麼候選人 也不通知他 這個都太離譜了嘛 說不過去 說不過去嘛 每一個政黨不管誰 你們的總統候選人來 小鸡們一定想大家一起去蹭一下嘛 對不對 增加曝光的畫面嘛 選舉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點點滴滴太多了 我覺得蔡壁如他還自己很多都沒說啦 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